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一个很务实的话题 叫做率先锤饭 开宗明义它就是以身作者 身为企业主 它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这个话题其实对我来说 应该是一个检讨的一个问题 大部分的企业领导人 是不是应该每天都到公司 而且是要跟着员工的时间走 还是要自己是老板 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么早来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几乎每天都是上班前就到 为什么要上班前到 其实可以让自己沉淀下来 让自己想想今天公司 还有自己有什么工作要做 还有就是我常在思考就是说 当你自己提前到公司 感受到这个公司给你的这个氛围 其实所谓的公司氛围是 这么偌大的办公室 这些都压力 每一天都是支出 所以你要感受 这样子才能敦促自己 要去想 要去让自己可以真的勇敢地面对 那再来呢就是对于公司的每一件的这个事物 都必须要关心 但是这个关心是不能够来干涉 身为企业领导人到第一线 过去跟他们了解一下 现在状况怎样 那了解做什么 其实就是解决问题 你当一个老板是想要解决问题 你当一个领导者是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你不用做 我来做 这我来就好 那我想这个企业是会越做越小 那再来就是 我们必须要去 真正在自己身上有一些所谓的持续性 如果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持续 做到坚持 其实你会发现 以前意想不到的成果 因为你一件事做久了 贯彻了 我想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自己都不做 或者说你自己都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那员工怎么会真正的打从心里 是认同你 甚至来接受 哪怕你提出来的真的是对员工好 它也会变成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的出发点都希望就是说 员工要先好 然后公司才会慢慢好 这是我想我们在做企业经营哲询 甚至特别今天去谈这个率先除范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需要你去讲了特别多的大道理 然后就讲 然后也不做 还有一个就是说口口声声说爱员工 结果你这个事情并不是以员工的思维来想 最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我现在进行企业其实一直在跟很多的企业家讲 就是说你必须要以员工的立场来去作为解决所有公司遇到的难题 现在其实只要是公司遇到问题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员工怎么办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谈率先除范 不是只有你说你做 最重要的是你心里是不是也真的率先除范 我们必须用代理来代替指挥 所以呢 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性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率先吹范 我是Joyce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啰 webTV